四川省台办主任罗志平图片来源 四川省台办 中国台湾网1月3日 西安逊 四川省台办主任罗志平 通过中国台湾网向台湾同胞质疑 诚挚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以下 为贺词全文送走了满载收获的2018年 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19年 只此词就迎新之计 我仅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四川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向广大台湾同胞和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 参与川台交流合作的各界朋友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助任 2018年 四川持续推进川台各领域 交流合作 取得积极成效 全面新增台资企业 158家 19家台资企业登资新增 投资总额11.67亿美元 在川台资企业 累计达2137家 投资总额196.84亿美元 实现赴台交路项目783个 5433人次 台包来川旅游40多万人次 全省10个国家级 28个省级市台原区基地健康发展 为川台交流合作 搭建了广控平台 过时31条措施 四川对台包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出台川台70条举行系列面对面活动 倾听在川台起台商台包诉求 解决实际问题 为广大台包 在川享受同等待遇 共享四川发展机遇 提供政策支持与措施保障 坚定台包台商在四川生活发展 信心推进经济融合川台经贸合作 更加注重互利共鸣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 稳固推进已有26家台资喜业落户 成功举行2018年四川台湾产业合作推介会 2018中国西部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交流会 第五届川台农业合作论产等助力台商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心灵气和川台人文交流热潮 不断面向台湾青年 邀请1500余名青年学生来川 参加天赋夏令营 助梦四川 大熊猫保育实习等数文化体验活动乐系列活动 并积极为台湾青年来川学习实习 创业就业创造条件后织两岸情谊 邀请台湾基层民众来川围绕文昌文化 雷祖文化 大千艺术 以及社区治理等开展交流 组织四川大庙会 我是川军舞台剧 李庄抗战文化等副台展演交流 增进了解认同讲好四川故事 开展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 两岸媒体联合采访 掌上属收两岸新媒体体验采访 台湾媒体署编专题采访等活动 传播川台情人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年 四川发展成就新的一年 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历练 紧紧抓住四川实施四项破展 全开放战略部署 加快由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转变的发展机遇 持续推动川台七十条落地落实携手台湾同胞 扩大交流合作共赢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四川贡献中国台湾网 四川省台办联合报道 2018年11月13日 四川举办台商与四川政务服务面对面活动 进一步推动川台七十条贯彻落实 普遍来源四川省台办 2018年9月四川举办长上述收两岸新媒体体验采访活动 邀请两岸新媒体达人用最新传播方式 展现四川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就 普遍来源 四川省台办 中国西部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交流后 始于1998年 从2013年开始 每年连续举办 已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知名品牌 图为2018年10月17日举行的2018 中国西部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交流会开幕式现场 图片来源四川省台办 2018年7月 以文化巴蜀美丽四川体验之旅为主题的 第九届台湾学生天赋夏令营在成都启动 拉开了属文化体验活动乐序幕 活动乐共吸引1500余名台湾青年 积极参与增进了川台两地青年融合图片来源 四川省台办